当年时间7月21号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 并且表示支持提名副总统哈里斯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多国总统纷纷对此发表声明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的报道 在拜登宣布不再竞选连任2024年美国总统之后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 称赞了拜登的总统任期和退选的决定 奥巴马表示 拜登是美国最重要的总统之一 也是我的好朋友和伙伴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他的妻子前国务卿希拉里都表示 支持副总统哈里斯 接棒现任总统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克林顿夫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我们很荣幸能够和总统拜登一起支持副总统哈里斯 并且将尽所能地支持他 与此同时 英国首相斯塔莫表示 他尊重美国总统拜登放弃竞选连任的决定 我期待着在他总统任期的剩余时间里 我们继续的共同努力 而乌克兰的总统 泽连斯基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我们尊重拜登今天做出的 艰难但是坚定的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